再跟一会儿老师聊一下吧 您觉得在这一块上 它是一个应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的 0到1还是1到10 其实我们要站在一个 比较大的高度上来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从0到1也好 1到10也好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会儿重点来讲 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要思考一下 这一次人工智能它会增加什么 是的 那么我们其实要知道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每一次 比如说科技的革命 它会带来生产力的增加 它会带来这种急速的增加 它会形成增量 你比如说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到过 当时这个创业板齿 为什么形成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主要的原因当时提出的 就是互联网家的革命 所以说我们看到计算机 通讯设备等等的 形成一个连续大涨 创业板齿创出了年内的一个新高 对吧 这个从585点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整体形成一个连续的大幅上涨 当时是在于什么呢 整个市场是在于科技浪场 手机嘛 就是那个阶段来讲的话 消费电子手机 更新换单 连续我们看到只要出一个苹果手机 相应的各个网也是热炒 所以说那个阶段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互联网家整体浪潮 目前站在我们这个实力 就是人工智能家的浪潮 而从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 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它的发起端就是人工智能 那如果按照工业革命 它本身的一种历史的周期 我们之前讲到周期两个大的周期 一个是60年一个周期 康波周期 一个是熊比特的一个周期 30年 目前我们是在30年底部的一个初期阶段 也就是由科技所带领的一波上涨性的行情 那么我们说之前 像这个2008年 包括2000年 当时是互联网家的浪潮 就互联网引入之后 整体的从开始的初期 大家不熟悉到逐渐的应用 到最后资本的密集 然后到泡沫的产生 现在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有没有泡沫 没有泡沫 那人工智能现在是属于什么期 是叫导入期 这种导入期就是初期阶段 按照整体来讲的话 一个工业及革命的长期是多长时间 30年的时间 至少是30年的时间 所以说来讲的话 这种30年时间到后面是什么 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 咱们所说的竞争 竞争加剧 你比如说好像谁都可以做 像之前的空调 谁都可以做这个什么 比如说像汽车 新能源 互联网的 目前是厮杀白热化的阶段 现在到这个阶段了吗 没有到这个阶段 现在是什么 连大模型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 相应的这个规定是什么 大模型只要你符合标准 而且需要一定的规则 你才能做这个大模型 不是说谁都能做这个大模型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现在如果说我们站在 比如说20年或30年以后 再回看现在这个阶段 可能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初期阶段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接触到 人性机器人 我们没有接触到说所谓的这种语音对白 包括像教育 包括像直播 就是它影响各个这个数字人这等等的 就是我们没法想象 只是我们现在看新闻 看一些报告 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它现在只是说这种导入期呢 这种预期 那这种预期落地到最后是什么 先是导入期 然后形成产业 形成产业之后再形成商业模式 形成商业模式之后都开始赚钱了 好了 那么大量的这些企业 尤其是人工智能家的这些公司注册量 与日俱增 然后这个成本下降 成本加上之后继续往上涨 资金整体来讲的话 密集度比较高了 好了 当到一定的时候 这种科技形成一个我们所说顶峰的时候 人工智能再往上发展 发展不了了 比如叫苹果手机 再怎么着还是触屏吧 你不能说苹果手机现在还有大量的增量 没有了 所以说现在而言还没有到应用端的增量阶段 怎么可能说现在人工智能 这个整体大的产业结束吗 没有 当形成增量之后 这种增量枯竭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 就是大量的公司开始裁员 然后这个泡沫形成 那么整体这个倒塌了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是初期阶段吧 就是我们只是预想这个阶段 因为按照我们所说的一个熊比特他讲的周期 当一个新的科技革命的开启 新的技术增加 那么会形成增量 形成增量之后呢 会替代相应的这些工作 大量的这些新的新秀企业家会成立 你就像特斯拉马斯特他整体来讲的话 新能源起来 苹果啊 咱们所说的这个其他的起来 是不是 所以说来讲的话 未来人工智能谁起 现在目前我们看 黄晨勋啊 他起来了 所以说后面来讲 可能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 咱们顶端人士可能也会起来 就是目前还看不到 所以说我只是讲的可能是比较框啊 比较框架 但是就是我们要看到未来的发展的应用端 是这样的 要看到未来发展的应用端啊 所以一辉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 不管是他是零到一啊 还是一到十呢 其实还是要从整体的一个方向上 或者是消息面也好 政策面也好 整体的去看待它啊